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是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他位在新北市万里的老家 现在也被外界指议是个大危见 不但呢没有建物登记 也没有税籍证明 而且还盖在山坡水土保育区矿业用地上 现在已经遭到新北市政府认定是违法建筑咯 针对这个部分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回应 表示如果有一亿的话会全力配合 并且重申 房屋并不是赖清德本人所拥有的 树林围绕环境精密的山区道路旁 两栋连洞透天 这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位在新北万里的老家 不过网友直指疑似为鉴 也让民进党火速发文澄清 大动作作图澄清是亲戚所有 更强调拥有合法建造 但似乎是模糊焦点 因为真正的赖清德老家 有人在家吗 是这栋无人回应 被新北市府认证的非法建筑 遭民众检举楼高两层的透天民宅 位于山坡水土保育区 土地使用类别是矿业用地 照理来说不能申请住宅使用建造 不过这栋建物不仅没登记 也没有合法房屋认定记录 在在都是不合格 特定媒体的报道也不是事实 那么本党再次重申 这间房屋并不是赖清德主席所有 本党认为只要有任何的异议 后续会全力来配合新北市政府 相关的单位来认定处理 民进党澄清建筑翻修 是在新北市府民国一百年 颁定的合法房屋 证明处理要点前就已经进行 不过在这之前 民进党才刚直指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新竹老家顶楼 违法加盖铁皮 无料自己先翻车 选举一到候选人所有成年往事 家族事迹逐一被放大检验 不过谁能被信赖 谁又是双标 选民都在看 记者李威和林博瑞台北报道 好赖清德呢 这回遭到了这个爆料 说他在万里的老家是个威贱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时报 在今天的新闻透视所做的分析 过去其实只要到了选举 民进党经常会挖出对手 住家违健来做文章 好最近呢 大家都知道 炮轰民众党的总统参选 柯文哲的新竹老家违健这件事情 而且还批评柯文哲对违健讲的话 很双标很酸 柯文哲的政治理念是经不起考验 好没有想到呢 时间才没过多久 这个回力标这么快就设向了赖神 民进党反而辩称是错误的讯息 也再度印证了双标党的封号 好当然这个柯文哲 位在新竹的老家被爆料是违健 当时呢 柯妈妈受访的时候哽咽落泪 他还说我们只是小康家庭 不是有钱人呢 你有事没事就欺负我们 没的事情还硬要说成有 他如果要拆 我就给他拆吧 好针对这个部分 前立委郭正亮说 其实柯妈妈很会讲话 看到柯妈妈接受专访 他已经就这个议题得到最多分了 他的EQ真的是太厉害 我觉得昨天那个段其实说真的是加分了 他讲得非常好 说实在话 就你刚刚讲的嘛 勤礼法嘛 其实柯妈妈是在新竹做广播出身的 所以他本来就非常会讲话 很有条理的 非常会讲话 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讲说 如果绿营特别去算这一把 会不会其实对于柯文哲的本身的声势 或是声量又回流 我以前在帮 是好的回流 我帮柯B选过一支市长 就2014那一届 我那年我就发现 只要惹到柯妈妈 柯妈妈出来讲话 通常都是得分 所以他是你们的秘密武器之一 不这也不是故意的 这也没人教他 是人家 他就是 他就是广播出身的嘛 所以也不用跟他对一下口径 不用不用 他就自然就讲成这样 你那时候经历过哪几次 他出来讲的 我现在印象不多了啦 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柯妈妈出来就是得分的时候 那个竞选 竞种的人很多都能这样认为 所以柯文哲也不管他妈妈 对不对 比较不会去管他 要不要出来讲什么 就出来吧 反正出来也加分 柯文哲很听妈妈的话 他怎么可能管他妈妈 你是 真的啊 他妈妈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你们看他柯爸爸都不讲话 对 对不对 爸爸头安静 对啊 我没有印象听过 你就知道他家一定是 妈妈在主导的嘛 他妈妈很优秀啦 真的很会讲话 所以柯妈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就对了 不他就是会 这个 这个坦白讲我们 危机处理里面 这个也是一种 类似柯妈这种状态 我估计全台湾超过十万 超过十万户啦 那个中南部 顶楼家盖太多了啦 拜托好不好 两万华大同都一大堆 拜托耶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校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大家看 节奏 这个时间 也订得更好 最后 最后